能到达的地方不是远方 心向往的地方 心之所向才是远方 这里是远方快递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我们都负责为你带来幸福的消息 要收听远方快递 或者预约一对一线上服务 请透过微信公众号 肖章以及Podcast远方快递 我是肖博士 喜欢美食与红酒 曾在国内外大学教书 我这个人敏感细腻 洞察力强 往往一针见血 擅长处理两性情感 帮助过很多女生走出情感困境 开启人生的新阶段 欢迎收听远方快递 还有几个追求者 这五年的我 深深的爱着男友 甚至是很想嫁给他 但是 最近这几个月 我在上班的地方 遇到一位男同事 他很有内涵 也很有礼貌 很聪明 也很谦虚 我跟他的交集并不多 因为上班很忙 很难有机会好好聊天 有一次聊天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知道他刚服完替代液等等 前几天上班 他跑来我们部门 部门的女同事 问他 为什么这么爱往我们这边跑 他回答说 因为他喜欢甜妮 我的名字是甜妮 当时我正忙着 根本没听清楚 我当场问他们 发生什么事 女同事就从头到尾 再说一次 我顿时觉得超级尴尬 那位男同事 也手足无措 突然间 我发现我对他 也很有好感 为了这件事 我的念头 还想到 要跟我的男朋友分手 也发现 自己并不是很喜欢我男朋友了 我为了这件事 烦恼了很多天 之后 再去问我部门的女同事 她说同事之间 本来就会开这种玩笑 但是我认真了 我好想去问那位男同事说 你当时是认真的吗 因为 我觉得他很优秀 很想跟他当朋友 这件事让我内疚很久 我也把这件事 跟我男朋友忏悔 他很心平气和地说 留不住心 留住人没有用 所以让我自己决定 我们的关系 是分是合 我好烦恼哦 每次上班 都很期待看到那位男同事 很久 也没有谈恋爱的感觉 那种很单纯 很羞涩的感觉 肖博士 我这样是不是很糟糕啊 田宁 人生就是追求你自己想要的 不需要在意旁人的眼光 如果你觉得 现在认识的同事 值得你的追求与付出 那就放手去做啊 毕竟自己的生命 要自己决定 肖博士只有一个建议 就像赌博 买大买小 下好离手 做出决定以后 就不要后悔 恋爱 并非完全像电视电影里头 那么浪漫 你跟男朋友 还没有结婚 不要给自己 太重的道德压力 爱情 有它残酷的一面 在爱情的世界里 不被爱的那个人 才是第三者 我们都无法预测未来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你今天 以情别恋 是对还是错 未来 是否能得到幸福 现在都言之过早 这虽然是一个 伴随着风险的赌注 而且会让旁人 对你有八卦的理由 肖博士还是要鼓励你 跟着自己的心前进 撇开一切 外在的条条框框 你要是真的很喜欢他 那就付诸行动 得意 须尽欢 敢爱敢恨 人生才不会留下遗憾 从你的描述 可以看出来 你现任的男朋友 对于感情 是成熟理智的 能坦然说出 留得住人 留不住心 这句话 所以 不用担心你的决定 会把它伤得很重 如果你觉得 跟现任 真的走到瓶颈的话 我劝你尽快 做出决定 托泥带水 对你跟男朋友 都不好 肖博士辅导过无数个案 有大量关于两性相处技巧 亲密关系的建议 以及提升情商的秘诀 目前 团队正在规划 肖博士讲授 提升魅力七堂课 如果想彻头彻尾地改造自己 报名参加 提升魅力七堂课 好了 这集的节目就到这里 远方快递 很高兴为您服务 想要与肖博士 有更多的情感交流 欢迎收听 微信公众号 肖章 或者podcast 远方快递